第一天酒店 欢迎香飘飘 中国梦之声六强选手 Emily朱新东 宜尔派郑秋虎 马海生郑香齐 有请全国六强 我是Emily 今天我会让你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我 我是朱新东 相信我我会征服你们的耳朵 我是亚瓣 今晚在这舞台上 我就是King 我是郑秋红 今天晚上我将涅槃重生 我是马海生 今晚我将生情依旧 我是邓心晴 今晚要让你们感受我的魔法音乐世界 有请主持人 欢迎来到香飘飘中国梦之声的直播现场 这里是上海宝山体育馆 今晚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中国梦之声 四强选手的诞生 梦想之巅 尽在眼前 究竟谁能够顺利地进入到我们下周的梦想巅峰总决选呢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节目是由杯装奶茶领导者香飘瓣奶茶 独家冠名播出香飘瓣奶茶有料更美味 本节目首席互动品牌下一本草 邀你搜索百合玉水 参与节目竞赛 迎娶乐视TV超级电视 本节目由极致影像至美一拍 OPPO拍照手机联合赞助播出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全力让梦想发生 坚持梦想一路挺你 感谢唯一合作汽车品牌 东风本田全新四伯瑞 感谢博涛酒店集团旗下年轻的选择 七天有品 七天阳光 七天酒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呢我们也将即将迎来 年度梦之声的巅峰总决选四强学员 将向年度中国梦之声发起最后的冲击 在巅峰之战中 我们更新增了邦邦唱环节 首季中国梦之声的六强学员 将荣耀回归李翔翔 央吉玛 爱飞 侯磊 James 阿莱 将与我们的四强学员合作演唱 为学员助阵 为梦想助阵 欢迎各位登陆乐视网 乐视视频 移动客户端 独家观看本节目完整视频 登陆新浪微博中国梦之声话题 抢虚拟观众席参与互动 登陆手机百度搜索中国梦之声 支持你喜欢的选手 抢百度钱包 百万红包 打开微信摇一摇点击歌曲 进入实时讨论区 赢取理财通红包 感谢所有通过娱乐宝支持本节目的观众 关注娱乐宝争取更多娱乐权益 你们就是梦想投资人 我们的四位导师已经准备就去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四位导师 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有安东老师领衔的 我们的优秀的乐队老师们 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拜托 来自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 501位大众评审 拜托各位 他们是通过了东方卫视的官方APP 哇拉的筛选来到我们现场 今晚他们将用手中的遥控器来决定 谁是我们的全国四强 四强争霸 我们先来看看六近四争霸战的对战规则 今晚六近四争霸战将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第一轮 六强全员将根据观众本周投票的支持率 组成三个人气组合 由排名高到低的顺序演唱组合曲目 三组全部演唱之后 由导师和现场501位 来自东方卫视官方APP 哇拉的观众评审 共同投票 产生第一轮六强人气排行榜 第二轮 六强学员按第一轮人气榜排名 由低到高先后登场 每位学员演唱之后 再次由现场501位大众评审投票决定 是否支持该学员 两轮比赛投票数累计 得票数低的两人将离开这个舞台 得票数高的直接晋级成为全国四强 就像我们规则当中所说的一样 今天晚上的比赛将分为两轮 首先是组合出战 在这一轮当中 他们既是队友也是对手 那截止到昨天晚上 我们的组合人气排行榜已经出炉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前三位 其实他们的排名到底是怎么样的 来看一下 排名第一 Emily 朱兴东 排名第二 叶尔盼 郑秋红 排名第三 郑兴奇 马海生 也就是说 率先要出战的是 Emily 朱兴东 争霸很精彩 广告也不赖 在争霸之前 我们先请您欣赏一段精彩的广告 欢迎你回到香飘飘中国 孟之声四强争霸的直播现场 在我身边现在的是Emily和朱兴东 第一组出战 而且恭喜你们 第一组出战的是目前为止 网上人气排名第一的 兴奋还是紧张 Both 兴奋和紧张 兴奋 兴奋 那肯定很期待和Emily 这样的热情似火的姑娘的合作 对 非常期待 两位应该是年龄都非常接近 是我们六强学生当中年龄最轻的 但是为什么看服装 我看出那边有代勾呢 Emily穿得像个青春的花朵 你为什么看上去像一只年代久远的景泰兰花瓶 我是沙漠 啥 热情 热情的沙漠 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会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怎样的热情 来看一下他们的准备情况 我们是戴门二人组 其实听到他和我分在一个组合 我还是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风格蛮不一样的 都不仅是唱的东西的风格加上性格上也很不一样 他帮我唱就是教我摇滚 然后我教他跳皮可爱 对 我跳皮可爱 我们这次上的歌是热情的 沙漠 你觉得我们怎样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反正不会是你想的那样 等着敲 请欣赏人气排名第一的青春组合 Emily和朱新东为你带来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炭烧了这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也会躲躲 它也会抱着把爱情的火 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 开满了今生的花朵 我才高声着你的今生河 陶醉着沙漠里的小爱河 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 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 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 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炭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也躲着我 它也把我撑白红 沙漠又落永远不寂寞 也寒烂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声着你在今生河 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你骗我小微风吹没我心窝 我给你小雨点滋润你心窝 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 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 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 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 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 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沙漠 燃烧了沙漠 海洋见了我也躲着我 它也把我撑白红 热情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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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相反的 我们来看看你们两个人第一组的演唱 我们前面讲过在这一组里面既是对友也是对手 我们来听听看导师们怎么看你们这一组的演唱 韩黄老师 先找我 看这关系好 Emily 我觉得你很轻松很放松 但是从刚才的唱法上来说 其实可以再放肆一点 你唱的太按部就班了 真的太按部就班 小心翼翼的 你可以很多的solar的部分激进你的feel 你不用那么拘谨 不就是一个朱星东吗呆子吗 怕他干嘛 朱星东刚才说话还不小心 你说特别期待 期待已久跟Emily的合作 你也不怕你女朋友听 你也傻笑 今天你唱的也一样 就始终都还是水平差不多 我真的是期待的是改变多一些 我是说从唱法上改变多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谢谢老师 好 那有没有其他的老师有不同意见的 有吗 我知道小四一直可以持不同意见的 对不对 找事 我觉得 我跟你什么丑 什么缘 我觉得其实Emily 我非常理解 为什么观众会票选 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冠军 因为又青春又有活力 实力 偶像兼具 你会发现 他们是具有整个偶像要求的所有的素质 那我其实今天 我其实挺喜欢Emily的今天 她唱的是好 但是我只是觉得她可以更好 对 而且从整个舞台的来说的话 她真的就像那个热情 那团火一样 好 就是一个非常万绿丛中 万黑丛中 一点红 她就是那个最吸引人 我也穿的红了 她说话你也不一定都相信 我们两个穿的好像是 Emily 我必须提醒你 你还是个孩子 你年轻知道吧 我跟你讲 这个江湖多风险 想四次说话不一定都信 不一定都信 好 那我们这样好了 另外两位老师呢 我们不点评 但是我们做一个选择 如果这一轮 台上只能留一个的话 齐哥你会留谁 就唱得比较好 你觉得 以这首歌的本质来说 因为Emily的歌声 穿透力比较强 朱星东比较吃亏 因为男生的部分是低音的 他们两个的搭配有点像 天高地厚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Emily会跳出来 让大家看到她的那种 穿透力跟那种热情 所以你会给Emily 谢谢老师 Vivian 其实我这首歌 我看到朱星东 跟平常不一样的她 我就发现朱星东 原来是有点门烧的 没有 没有 老师 那今天稍微比平常 我觉得再活泼一点 我觉得她有突破 但是Emily 我觉得这首歌 确实是Emily 掌握得更好 所以如果今天的话 我会给Emily 好 有没有人会给朱星东 韩红啊 不一定啊 我没说我给她 韩老师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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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我给朱星东 我给林海 好 谢谢 不要闹了 好 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位 真的不用紧张 因为我刚刚只是 咨询一下导师的意见 因为这一轮我们的成绩 要待会儿六位一起来打分 好不好 现在的时间 我们再次请成蕾 谢谢林海 也祝两位好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 到目前为止 人气排名第二的 伊尔盼 郑秋红 厉害 我知道伊尔盼一直也很有人气 你有没有发现 在你身边的郑秋红 我们原来以为她是 杨玉莹的甜歌手 但是今天看气场 不像杨玉莹 更像宋祖英 你害怕吗 不会 不会 那相信两位既是队友 又是对手 祝你们能够带来一首好歌 好的 谢谢 谢谢 祝你们两个好运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伙伴是如何准备 接下来这一首精彩的歌曲 我们是千年的一回 我刚知道 跟她分到一组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组组的 最大的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 好好地练这个唱 我是承认的 就是我的功底是比较弱的 就是我能帮她的 我都会去帮她的 虽然我们不是那种专业学音乐的 可是对这首歌 我们是还有一些想法的 给大家体现一下 就是不太一样的 半个月亮吧 请欣赏郑秋红 伊尔盼 为您带来半个月亮爬上来 请欣赏郑秋红 伊尔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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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个月亮 爬上来 一啦啦啦啦 爬上来 翻个月亮 爬上来 一啦啦 爬上来 张张我的姑娘 梳妆台 一啦啦啦啦啦 梳妆台 请你往的山床快打开 一啦啦 快打开 再把你的玫瑰摘一朵 起起的起起的 扔下来 翻去 手上 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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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个月亮 爬上来 一啦啦 爬上来 翻个月亮 爬上来 一啦啦 爬上来 翻个月亮 爬上来 张张我的姑娘 梳妆台 请你把那山床快打开 还不是我都哭掉不出来 翻个月亮 爬上来 翻个月亮 把那山床快打开 再把你的美好 再把你的美好 容易的 前期都看下来 爬上来 谢谢两位 谢谢张春红 谢谢伊尔泰 翻个月亮 爬上来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明歌 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改编 编得太棒了 那两位到底完成得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看导师李简 Vivian 我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很好看 你们两个好适合在一起 谢谢老师 在一起 在一起 其实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表演 其实在上一次的时候 本来有点担心伊尔潘 因为我觉得伊尔潘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所以他一路上都有他的影子 这个是优点 可能也是缺点 但我发现在上一次的伊尔潘 已经渐渐的把Michael的影子拿掉了 然后今天更少 我们慢慢看到 属于伊尔潘自己的个人特色 然后郑秋红 我想起 我今天看到郑秋红 我想起一开始 她像小男生 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戴一个棒球帽 然后后来慢慢的 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拿着吉他 但我今天看到她像一个女人 我觉得你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可爱女人 谢谢老师 今天你们两个放在一起非常好看 但是郑秋红的音准 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点担心 比较不稳定 所以我觉得秋红选歌就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觉得你在今天这首歌很适合你 因为你的声音一出来就非常的亮 你也没有被伊尔潘吃掉 所以今天整个表演我很喜欢 OK 那如果说两个当中只能留一个 你留谁 我想一下 好吧 那我们待会儿 反正导师也好 吴管林一位大众评审也好 待会儿你们总要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 陈磊介绍下一组 谢谢林海也祝两位好运 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马海生 郑新奇 我们知道偶像的舞台 评选的时候 要看很多综合的因素 但是我相信在唱功上 两位有可能是在我们六强选手当中 到目前为止 大家公认最会唱歌的 自己承认吗 我觉得正心急事的 马海生也是好样的 但是有可能这真是你们痛苦的地方 你们两个合作 如果都唱得很完美 有可能老师会说 你们的技巧太多了 如果你们有时候稍稍放些技巧 老师会说 你们的唱功没有完全地发挥好 台上只要稍一分心 又会说你们不走心 为自己担心过吗 还好 对 我觉得就是努力把歌唱好吧 希望你们能够在台上 把握好每一个音符 马海生笑得很开心 好像是信心事多的样子 至少马海生跟郑新奇在一起 他们合作的是非常愉快的 因为两个人都是爱音乐的 我们来看看 在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请看大屏幕 我们是双子座 大家让我跟马海生一起唱这首神话 我觉得大家很有眼光 她是很爷妹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她的舞台上面很细腻 双子座就是两个人 可能她的两个双子座是一个爷们 跟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女孩 当我听到我要跟郑新奇搭档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是 应该会挑选一首 比较凸显唱功的歌曲 但是其实这首歌 对我也有个挑战 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韩红老师 应该会更严厉地去要求我们 这首歌我觉得会是 一个很大的惊喜 就是旋律也很美 画面也很美 一切都很美 所以大家一定能够够够够 对 期待吧 请欣赏马海生 郑新奇 为您带来美丽的神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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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齐哥 不过海生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你用你的方式 唱出你的深情 虽然歌声不像 虽然那么高亢 但是那种柔情 那种澎湃 掌控得非常的好 那新奇呢 你传统的唱法就是用了很多气音 然后呢 有一些断音的部分 你会如气如素 可是在开场的时候 那一段 在高音的部分 你就会很吃亏 等到后面 在全 band进来的时候 你的慷慨激昂 能够把你的力道 把你的声音给放松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表现得很好 所以这 这歌在挑选的时候 对你们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好 那这一组唱完了 其他两组成员请过来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第一轮的打分 来 请过来 一会儿呢 我们的导师会打分 好 首先我们要告诉501位的大众评审 你们可以看到 你们的打分的机器上面 1号对应的是Emily 2号对应朱新冬 3号对应郑秋红 4号对应伊尔盼 5号对应郑新奇 6号对应马海生 是这样来对应的 那当然这一轮的打分 导师也一起参与 好 在各位打分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场外观众 对我们六强选手的喜爱程度 请看大屏幕 好 有一组大数据供大家参考 男性的观众最喜欢的前四名是 Emily 伊尔盼 朱新冬 和郑秋红 郑秋红 女性观众最喜欢的第一名到第四名 是马海生 朱新东 Emily 和伊尔盼 那在501位大众评审决定之前 我们要先请四位导师 把每个人的十分 送给我们场上的六强学员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每位导师 来 先从郭敬明开始 郭敬明 郭敬明 你的十分 给到他们六个人当中的一位 因为今天他们演唱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这十分我给到Emily 好 Emily现在收获了郭敬明老师给出的十分 那接下来 韩红老师 我觉得今天的马海生表演不错 我给他 谢谢老师 马海生收获了韩红老师给到的十分 Vivian 你要最后一个吗 好 小七哥 今天整体表现来说我觉得 我这票给海生 海生 好的 海生现在收获的20分了 好 来 Vivian 我给一只非常笑容有感染力 有美丽的外表 又有唱功的Emily Emily 好 也就是说 一号和六号 评分秋色 每人获得20分20票 那但是其他四位呢 你们也不用着急 因为你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501位大众评审 一人一票 四位导师分别给了两位学员 其他四位 观众喜欢的话呢 就要按下属于他们的那个号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叠加上501位观众评审的投票之后 现在的排名顺序究竟怎样 我们再给观众十秒钟的时间 可能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还没有投 请抓紧时间 最后十秒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关闭 请看大屏幕 OK 各位 各位 这个是他们半成的成绩 过一会儿会加上第二轮的成绩 来决定他们最终成绩 此外 现在的人气排名 票数排名 决定了待会儿你们的出场顺序 我们出场顺序由低到高 请允许我告诉你们 待会儿第一个出场的是朱新东 第二个出场的是伊尔畔 第三个出场的Emily 第四个出场的马海生 第五个出场的郑秋红 第六个出场的郑星奇 也就是说半场冠军郑星奇 四强争霸广告之后 激战开始